说服你的是过去的意识 我现在的人生状态是我多年前设想过的未来 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每当回首走过的路时 总有一些体会让我受益肥浅人的一生 是被一条又一条的绳子捆住的很多的条条框框 束缚着你让你无法施展自我魅力 之所以你会觉得别人比你强势 因为他比你先解开了一条绳子 先抛开了一道束缚 我们的人生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 都是学着解开身上的绳子的过程 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实现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士曾说一般人只使用了他心智能力的百分之十 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己有些什么才能与我们应该取得的成就相比 其实我们还有一半以上的才能沉睡着 我们只用了我们能力的一小部分 人往往活在自己所设的一个有限的空间里 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却不能成功的运用它们 事情就是这样你相信吗 在体育界人们一直坚信人类在四分钟跑完一英里是不可能的 如你所知此类的不可能都是束缚我们的意识 然而这一束缚的力量和影响力是如此的深远和宽广 它居然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四分钟障碍 那些人云亦云的体育评论员说 根本无法想象有人可以实现这一创举 于是运动员们也都认为自己不可能突破这一局限 甚至连医生们也都附和说 这一成绩会超越人类身心的极限 就这样这一流传已久的意识 一直发挥着它巨大的束缚作用直到1954年5月6日 那一天一位名叫罗杰 班尼斯特的运动员在四分钟内跑完了一英里 这一天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所有人都说罗杰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 但他的成绩已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了 人类不可能再获得比这更好的成绩 但是既然之前的不可能被罗杰证明是可能的 那么这次的不可能也一样 果不其然仅仅46天之后 一位业余运动员在一位不知名教练的指导下 就打破了罗杰创下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位业余运动员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前辈们证明了 所谓人类心理和生理的极限不是不可以被突破的 最初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沉思了很久 到底是什么在束缚我们的是所谓的生理极限 还是我们过去的一时所谓的极限是可以突破的 只是我们心中已有的信念削弱了我们直面挑战的锐气 因此也就束缚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每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在证实和否定着我们目前的自我意识 所有告诉你不可能的意识都是一种束缚都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有一次朋友送了我一盆花说是一种名贵的兰花 妻子爱花对她呵护被知 然而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她那粗大的枝干上肿了一块非常难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花儿也会长肿瘤吗 这失重什么病啊 虽然感到非常可惜 不过我还是跟妻子说这花不行了 改天你丢了它吧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再等等吧 等她真的死了再说 就这样这盆长了肿块的兰花被留在了家里 我每天看到她都感觉那盆兰花是在垂死挣扎 后来也就不再花时间关注她了 直到有一天回家妻子欣喜地抱着那盆花让我看 只见那个难看的肿块变成了一串串花苞花苞的形状 像紫藤一样只是她的颜色是黄灿灿的又小而美丽的流苏低垂着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我有多么惊讶有多么感慨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难看的肿块会变成美丽的花朵 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吗 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们不能理解 不曾想到的事情它们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而原来我那么信赖的意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 对于未来它往往是一种束缚 因为所有已经形成的意识都代表过去 而超意识代表的是未来 沉溺在过去中是很难拥抱未来的 我并不否认过去的意识的作用 它们往往是宝贵的经验 然而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 在让你舒适的同时它会给你带来束缚阻碍你形成新的意识 可是未来的你需要的是属于未来的意识而不是过去的意识 我们必须解除过去的束缚才能在今天寻求上加表现 才能在未来赢得更满意的自己 一个在英国生活的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认识的一位董事长即将退休了要从下属中挑选一位接班人 最终锁定了两名候选人贾和一 由于他们两个都擅长马术 所以董事长把他们带到马厩中给他们每人一匹骏马 然后宣布了考题他们两个要绕场跑一圈 谁的马跑得慢谁就是获胜者 听到这样奇怪的考题两人都有点不知所措 然而甲很快丢下自己手中马的缰绳 跳上了你的马背 然后侧马飞奔把分给自己的马丢在身后 这时候你也已经反应过来 但为时已晚 你能说已没有甲聪明 没有甲知识丰富吗 没有人可以做出这一结论 但我们都可以确定甲比以更灵活 他能够跳出已有意识的束缚 所以能够在不断的否定中挖掘出更多潜力 而这种人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他们的未来最让人期待 换做是你是否也会做同样的决定 一个人能不断跳出过去意识的束缚 就能不断得到自我提升 这种心理认可和自信 能让人对自己形成正确的认识 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因而他们能做自己的主人独立的做出判断和从事行动 他们还能够不怕否定 批评和指责有自己内在的标准 他们也能够不停留在现在的安全感里 敢于去追求未来更好的自己 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吗 习惯会阻碍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了束缚自己的是过去的意识 所以想要跳出过去意识的束缚 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 只是改变往往都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习惯会习惯性的阻碍改变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刚刚搬到现在这个寓所时的情形 由于在原来的公寓住了好几年 所以我生活中的一切路线都是以它为中心的 因此搬到这个新住所时一开始我很不习惯 有一天我从出版社出来 因为心中在思考别的事情 所以开车时有些心不在焉 当车停下来之后 我才发现我又把车开回了原来的家 一路上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再往哪儿走 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该走哪条路线 该在哪里停下就这样一路开回了老地方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一是没有参与是潜意识掌控了我的方向盘 所以我才会不知不觉的走上了老路回不到新家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呢 我知道很多人在喝醉酒的时候 明明步行人是大倒一片混沌 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就是潜意识和习惯 我们知道习惯是潜意识的功能 坚持不断地做某一件事就会形成习惯 也就会形成潜意识所固有的模式 而不是靠潜意识去分析 鉴别 推断 显然习惯有很多好处 它可以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完成某些事情 按照习惯去做对意识来说是非常节省精力的 它也乐得偷懒让潜意识接受这些工作 让你按照头脑中已经设定好的程式去行动 只是人之所以和机器不同 就在于它有主观能动性 它会寻求更好的改变 当你接收到了超意识的信息 当你发现了身体里的另一个 你当你为自己设定了新的人生路线时 你肯定需要做出改变 这时候原来的习惯就变成了束缚 它不仅会把你引回老路 更会阻碍你的超意识为新的方向服务 面对这种情形 除非你调整自己的潜意识 也就是习惯否则你将会毫不迟疑地重复之前的选择 当你重复之前的习惯时 就是在强化原有的潜意识 而你为自己设定的新的道路 需要形成自己新的潜意识 进而深入超意识中 让它为成就新的你而努力 如果不能把潜意识中原有的信息 赶走与之相矛盾的新信息 就无法书写到超意识中 那么你想要在新的道路上走得顺畅 就更为艰难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都是潜意识的一种自内而外的表现和特征 想要改变潜意识中的信息 我们可以从外向内进行 先从改变自己的习惯做起 进而形成新的潜意识 然后影响到超意识 只是你也知道习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想要改变它潜意识中一定会有阻力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些想法都这么多年了 就这样算了吧 这种新玩意还是年轻人去玩吧 我不适合 过一阵子再说吧 谁知道结果会怎样的 还是先凑合着吧 然而想要改变自己 改变我们的生活 想要接收到新的超意识 我们就必须主动去改变习惯 改变潜意识 否则我们就只会重复以往 那种有一点一滴的潜意识 构建出来的生活模式 无法给超意识 新的刺激 无法聆听到它那过于微弱的声音 我们的性格其实就是一堆习惯 是若干习惯的组合体 当你意识到某些习惯已经在阻碍 你接近未来的自己时 依然会纵容它阻挡你吗 即使习惯的阻力无比强大 但倘若你不让意识偷懒 依然可以改变它改变潜意识 我承认改变是艰难的 当我们被要求除去 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和感情时 我们的潜意识都会本能的加以抗拒 不过这时候你别忘了 我们的意识承认自己身上的 那些习惯是有害的 所以如果你能让意识刻进之手 就可以让它成功的影响潜意识 毕竟潜意识中的信息都依赖于意识来输入 一般来说 一旦我们的潜意识接收了某种信息 要想驱除它就必须坚持不断的反暗示 直到把原有的信息击开 迫使潜意识接收新的信息 如果你能够朝思不想 念念不忘就能把想要输入的新信息 渗透到潜意识中进而在超意识里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习惯的改变和潜意识的改变都不可能很快实现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我们试图在一夜之间变得成功 我们将只会再一次面临失败 但无论如何意识到那些束缚自己的习惯 意识到它的阻力是值得庆贺的一个开端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一个好习惯取取代它